只因女孩容貌秀丽 温柔善良 并且被全校大部分的男生 竞相倾慕 她却遭到其他女孩的诋毁 被说成整天勾引男生的狐狸精 恰巧这句话 被女孩的好闺蜜娜娜听到 什么年代了 还提倡女生要遵循三从四德 这种人也许外表漂亮 但实际上缺乏头脑 越来越刻薄地批评 让娜娜愁眉不展 突然一声巨响打断了众人的交谈 原来是娜娜踢爆了衣柜 她冷冷地质问他们刚才在讲些什么 仔细一看 其中两人是上次考试时 娜娜帮助过的同学 娜娜的出现让他们感到局促不安 低声解释自己并没有说娜娜的坏话 娜娜当然清楚这一点 她想知道究竟是谁说 赫斯只是个摆设 是不是摆设与你们又有何关系 听到这话 两人纷纷后退 奇奇望向为首的紫毛 这时娜娜高声大喊 再次严厉地询问是谁 退后的两人 已经被娜娜吓得几乎要哭了 身为始作俑者的紫毛终于站了出来 她不耐烦地质问娜娜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又没说你的坏话 况且就算赫斯听到她的话 也无所谓 毕竟她认为自己说得没错 明眼人都知道赫斯简直没长脑子 娜娜没等她说完 便一把揪住她的衣领 看来你长脑子了 娜娜明明是个身高不过一米五的小家伙 但此刻娜娜的气场 却让紫毛感到了害怕 她嘲讽地问紫发女孩 难道你比赫斯聪明吗 紫发少女的自尊心似乎受到了侵犯 受辱之下勃然大怒 用力挣开娜娜的手 责备娜娜看起来也不太正常 本以为你是个好人 没想到你比赫斯还要古怪 难怪你们经常在一起 你们真是天生一对 娜娜听到紫毛的话 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这在她看来更像是夸奖恭维 她觉得自己长得很寒沉 怎么可能和赫斯相提并论呢 于是羞辱性极强地向紫毛到了生谢 与此同时 皇太子已经更换了衣服 她真奇怪 都要上课了 娜娜怎么还没出来呢 本来还想在逗逗那颗西兰花式的头 这时候更衣室内突然传来吵闹声 很快好奇的学生纷纷涌上前来 因为这动静一听就知道是在打架 皇太子健壮 立即吩咐几人前去寻找老师 总算事情有了个了结 皇太子看到娜娜的模样 强忍住了笑意 并拿来颗里的毯子给她盖上 因为刚才打架时 紫发突然偷袭 导致娜娜被连根拔下一缕头发 如今甚至还能看到裸露的头皮 帮赫斯报仇后 娜娜心里虽然很爽 但头皮也因此感到凉爽 思前想后 娜娜决定立刻研究一种生发魔法 娜娜下午被禁足在宿舍 无聊地坐在床上发呆 想到赫斯吃完午饭会回宿舍 娜娜准备去看看她 来到房间前 发现门没有上锁 而且书包和校服都在 看来已经回来过一次了 平日里赫斯一向爱整洁 但如今匆忙间 甚至连校服都未叠好 就匆匆出门 想必是遇到了紧急情况 娜娜干脆帮赫斯整理了一番 突然她撇见桌子上 自己送给赫斯的万年笔 如今娜娜已经回想起 为何当初要送这份礼物 小时候娜娜受邀到赫斯家里玩 她的房间被布置得 像一个公主的卧室 在赫斯被她妈妈叫去谈话的时候 娜娜偶然发现桌子底下藏着几本书 这些都是关于帝国历史和政治的书 对这些小孩来说很难看得懂 一开始娜娜也怀疑是不是赫斯在读 直到后来 看到赫斯在笔记本上记录的那些想法 才确认那确实是她 就如眼前这本隐秘的笔记 从那时起 娜娜才揭开了赫斯的真实面纱 她一直过着被动的生活 努力将自己 打扮成符合父母期望的模样 十几年幼的她内心 深藏着宏大的理想 为了给赫斯加油打气 娜娜选择送给赫斯这支万年笔 一个没忍住 娜娜又翻阅起赫斯的笔记 由于赫斯的写作技巧非常吸引人 娜娜总是不知不觉地沉浸其中 想到赫斯一个人为了目标不断努力 娜娜竟觉得有些凄凉 她无法想象赫斯的生活有多没压抑 明明拥有着聪颖绝顶的头脑 然而她的天赋 却被局限在这本笔记之中 就在这时 一阵巨大的脚步声从门外传来 娜娜急忙四处张望 寻找藏身之处 赫斯站在屋外 口中喃喃咒骂着 上午欺负娜娜的那几个女生 她威胁说要把他们的头发剃光 然后扔到修道院去 若自己无法解决问题 不妨找凡人的丝碗借刀杀人 就在赫斯抓着几缕头发凯旋而归时 突然她发现了角落里的娜娜 看到娜娜尴尬地朝她挥了挥手 赫斯立刻吓得大吃一惊 脸色大变 听说娜娜被人拔掉了一缕头发 赫斯当场怒火中烧 扬言要将那帮人头发剃光 然后送到修道院去 没想到她情绪失控 口出芬芳之言 引得娜娜大为震惊 赫斯被吓得大惊失色 赫斯心疼地给娜娜的脑袋涂上药膏 一边询问娜娜是否感到疼痛 看到娜娜身上出现的伤痕 这让赫斯怎么也无法原谅子毛 即使娜娜声称自己没事也不管用 对此娜娜早以戏意为常 从小到大无论发生什么 赫斯都一直支持她 她也从未怀疑娜娜会犯错 赫斯突然害羞地请求娜娜 忘记她刚才说的话 在赫斯看来 自己失控发脾气 说脏话是一种疯狂的表现 被娜娜发现让她感到羞辱 娜娜觉得骂人根本没什么了不起 可赫斯仍低声为自己辩解 她只是因为听说娜娜被骂被打伤 下意识才说了那些话 那并不代表她的真实想法 娜娜注视着赫斯飘忽不定的目光 陷入了沉思 你说那个时候不是你 你觉得你应该是怎样的人 直接的质问让赫斯心头一震 直直无无说不出半点道理 她的目光开始摇摆不定 见到这一情景 娜娜不再打算步步紧逼 她索性躺到床上 表示在老师点名之前 要好好休息一会 接着拍了拍身边的空地 深意赫斯也一起躺下 犹豫了0.01秒后 赫斯答应了 并且不断向着娜娜的方向蠕动 赫斯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让娜娜无法入眠 但她却觉得这样的赫斯很可爱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 她就有这种感觉 无论去哪里 赫斯都会拽着她的衣角跟在后面 不少人也因此 将赫斯当作是她的妹妹 如今回想起来 赫斯在那时 就已经开始伪装自己了 娜娜不愿让赫斯 因他人的眼光而束缚自己 自己也没法一直帮赫斯出头 娜娜伸出鲜鲜玉手 抚摸赫斯的秀法 然后轻轻捏了捏她的脸颊 赫斯 你应该知道 我一直把你当做家人吧 在你看来我是个怎样的人 赫斯毫不犹豫地表达对娜娜的羡慕 娜娜非常厉害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能帮助她 然而赫斯的赞美 却让娜娜感到羞愧 其实她并非赫斯所想象的那般完美 她也时常做出令人心寒的选择 如今赫斯对娜娜的依赖 让她倍感压力 如果再继续放任下去 赫斯的成长也会受到阻碍 当娜娜说出 希望赫斯以后不要过分依赖她时 赫斯的表情顿时惊慌失措 不解娜娜为何突然说出这些 然而这次娜娜的态度异常坚定 她告诉赫斯自己无法实现她的理想 因为从根本上来说 她们的追求并不相同 娜娜虽然勤奋努力 但其实并不雄心勃勃 最渴望的是加入皇家骑士团 安享晚年 然而赫斯却与众不同 尽管外表看似 只是想做个贤妻良母 然而娜娜清楚她 一直渴望着能够凌驾于世俗权势之上 文集此言 赫斯并未加以否认 但她对娜娜是如何得知此事感到疑惑 娜娜含糊其词 将责任归咎于直觉 毕竟她总不能承认偷窥了赫斯的笔迹 并发现她因为担忧帝国的未来 而精心策划改革方案 看到赫斯的目光带着迷茫和困惑 娜娜不得不下定决心 向赫斯展现她的自私 我不能一直在你身边帮你 趁你还没觉得我背叛你的时候 你自己去追寻梦想吧 听到娜娜这么说 赫斯顿时感觉天崩地裂 她紧紧抓住被子 努力压抑情绪 她却不能止住泪水 泪珠不断滑落 如果没有娜娜 她会感到害怕 难道就不能 永远保持这种孩子般的天真吗 即便你问我 我也无言以对 这都是你自己的决定 其实娜娜说这些刻薄的话 是希望赫斯 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赫斯还没有意识到 她所追求的愿望 远非如今她的努力所能实现 娜娜拿起桌上的万年笔 递到赫斯的面前 当初送你这支笔 是为了给你加油打气 如今我再次将这支笔送给你 当笔交到赫斯手上的时候 赫斯重新点燃了 她早已淡忘的斗志和雄心 时间已不早 娜娜准备告辞离开 临别前她对赫斯说 她是个需要帮助的人 偶尔也想有个依靠 希望那个人能是你 话音刚落 赫斯的眼神变得兴奋起来 她难以置信地向娜娜确认 面对赫斯的质疑 娜娜微笑着给予了肯定 关上门后 娜娜长长地输了口气 尽管是不得已的行动 但她确实对赫斯说出了绝情的话语 只希望赫斯能够理解她的心意 此刻赫斯握着那支万年笔 脑海中浮现出 娜娜小时候送她笔石的鼓励 她像珍宝般将其捧起 眼泪不自觉地流淌下来 但这次的泪水 比以往更清澈明亮 为了让赫斯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 娜娜向赫斯表白了心意 尽管她将赫斯视为家人 然而他们二人的目标和梦想 却不尽相同 娜娜无法永远成为赫斯的依赖 况且她本身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 偶尔也想有个肩膀可以依靠 她希望那个人是赫斯 文言赫斯终于重新振作 眼角清澈的泪水透露着她的决心 第二天 娜娜在更衣室以一敌三的世界 传遍了校园 从此成为了学院里 备受瞩目的人物 然而娜娜并没有意识到 众人议论她的原因 认为是海滋尔给她说的发型 太奇异所致 昨天忙着哄赫斯娜娜 匆忙之下随意施展魔法 生出了一些头发 就在这时 皇太子叫住娜娜 取笑她的发型像一只痘鸡 平时注意一点 对娜娜说 你虽五应不全 被人嘲笑是西兰花爆炸头 但受了委屈 也不应在学校里斗鸡当校罢 你这样的品德和思想 要想进入皇室骑士团 恐怕还欠缺一些资格 娜娜用看智障的眼神凝视皇太子 让她迅速离开赶紧滚蛋 皇太子听后干脆地告辞 对皇太子戏弄娜娜感到愤怒 为何将她视为坏人 这是一只棒棒糖递到娜娜面前 柯里拿着糖安慰娜娜 告诉她不必在意他人 她相信娜娜不会欺凌弱小 娜娜接过糖 向柯里道谢 心中感慨果然柯里对她最好 两人约好在社团活动时再见 尽管如此 娜娜觉得自己被称为校园霸主 也不无道理 虽然那三个人也是剑术专业 但他们的日常训练量 和娜娜无法相提并论 当紫发冲过来时 娜娜情不自禁 还连带着收拾了另外两个人 然而正值青春期的她 无法自控情绪 似乎理所当然 这大概是因为 她体内的黑炎龙蠢蠢欲动的缘故 突然娜娜才意识到 此刻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 恼羞成怒的她 将责任全推给皇太子 娜娜小心翼翼地回到教室 站在门口观望 也不知道赫斯会不会一蹶不振 不再来上课 谁知眼前的场景让娜娜感到意外 昨日三位女生 竟然齐齐向赫斯道歉 她疑惑赫斯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那个紫毛可不太容易承认错误 幸好问题似乎已经得到解决 她的状态让娜娜悬着的心 逐渐平静下来 就在这时 娜娜才发现三个人的头上都凸了一块 她清楚地记得 昨天只是揪了紫毛头发而已 听到这话 三人齐刷刷以惊恐的目光 瞥向一旁的赫斯 没等娜娜开口 赫斯用连续的肘肌提醒 是否有话要对我家娜娜说 于是三人为昨日所言向娜娜道歉 因为赫斯容貌出众 娜娜学业优秀 他们受到极度新的驱使 说出了不应该说的话 然而赫斯的智商确实有些欠缺 紫毛还没说完 赫斯大声打断她的话 让她别胡说八道 紫毛决定继续忏悔 她声称自己选择建树 只是出于对娜娜的尊敬 另一个女生傻乎乎地拆台 难道不是因为皇太子吗 此时娜娜完全搞不清发生了什么 明明昨天是因为紫毛说赫斯的坏话 才跟紫毛吵架 怎么这人一直在向她道歉 娜娜正想告诉紫毛 不要解释那么多 然而赫斯却意外地失去了耐心 她揪起紫发女孩的衣领 用力捏住她的下巴 发出警告 无论你再怎么尊重娜娜 她也是我的 我也是她的 娜娜被赫斯的改变吓了一大跳 她的思绪一团糟 虽然赫斯不再掩饰真实的内心 然而这种转变似乎来得太突然 娜娜甚至怀疑赫斯是否有双重人格 这时赫斯意识到娜娜的目光 落在了她身上 她像往常一样对娜娜露出笑容 明明赫斯才是这次事件最大的受害者 因为坏话中涉及了娜娜的事情 她便独自一人 逼迫三人向娜娜道歉 看到这一幕 娜娜也不再纠结 毕竟赫斯的笑容依旧如此迷人 她当即宣布要用生发魔法 来纪念他们的重归于好 娜娜正要施展魔法 周围同学已对他们的吵闹感到不满 开始抱怨 娜娜下意识地想起了 她不久之前被取的绰号 随着魔法释放完成 三个人的脑袋上冒出了一株西兰花 现场气氛一度变得尴尬 娜娜帮他们修正后来到了社团 对于赫斯的改变 柯里好奇娜娜会不会因此感到不安 娜娜表示这种程度都在她的意料之中 然而有时她也会感到意外 赫斯如今居然敢向她发起挑战 明明是个常年在课上打瞌睡的小学渣 却大言不惭地表示 下次考试历史和国语要超过她 对于窥探名次这种行为 娜娜不得不要让赫斯见识见识 话虽如此 可娜娜的脸上洋溢着笑容 她由衷地为赫斯的改变感到欣慰